這台車我覺得剛好這個車色非常非常好看 對 它其實就是類似這種比較暗色的水泥灰 那其實我們剛才一直在聊它的三個編程 那其實320i跟330i都是M Sport 其實就是我們講德國其他集團福斯或是賓士 就是所謂的R-Line AMG Line 就是給你Look稍微有一點性能味 但這個把M搬到前面來 M340i表示它是真的跟M340i 有這種M car血統的背景 來調教出來的車 然後當然動力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 20i 30i都是2.0的四缸 雙窩流的單窩的 那這個是直接是BMW的傳統 6缸3.0的 所以它的動力直接Tune出來 就已經是有300 國內是370多匹 然後超過50公斤米的扭力 那它的搭配它的這個巴速的手指牌以後 運動化調教 那原廠停到100只要4.5秒 所以它是真正是有這種M car背景調教的車 是 價格有差 但是會覺得很值得 當然我覺得一分錢一分貨 就是當然消費者還是會看你的喜好 如果Kimi真的是這麼重口味的話 這個當然是它的最佳的選擇 對 那你看它前面那一個 已經不是鍍鉻了 對 它前面那個叫市銀色 它們叫度市 市灰色 就是一個市 城市的市 對 近看就覺得是質感喔 其實它連鏡也是有一點點適應 對 有一點 然後包含我們講的水箱罩周邊 跟全跟這個後照鏡外框 都是講這種 現在它的M car用的這種式灰色 其實在他們的休旅車上 也都有這樣的一個家族系的語彙 那剛剛也有聊到它的水箱護照 是跟它一般車型不一樣 就是他們是講所謂3D的這種網格狀 那仔細看它裡面其實還是有直炸式的起壁功能 就是針對車速 風阻引擎溫度 它會自己做調節 讓你有最好的引擎的狀況 自動起壁的 你在開的時候它就打開這樣子 哇塞 那就是非常非常高級的 那我們來在車內看看囉 好 交車兩個星期 已經跑1029公里 也還好啦 每天跑就對了 一看就是有使用痕跡才剛交車而已 可是裡面這個編成就真的很漂亮 對 其實就是他們算是家族語彙吧 就是標準的12.3吋的數位儀表 然後10.25吋的iDrive 7.0的觸屏主機 就是標準目前新的BMW都是用這樣的配置 然後再來看到其實它這個我們剛剛講 它是真的有這種M340的Logo 所以在儀表裡 然後方向盤也是真的是屬於M Logo的 那當然有基本的後面都有換檔的撥片 那其實這個iDrive 7.0我們也講 其實就變得真的是很好用 所以它把功能立在左邊的一些直立 讓你直接去選擇之外 那像這台車我記得 它也有像是中文的導航都內建了 然後像它也有無線的Apple CarPlay 然後像這個下面也有Qi的無線充電 對 就是算它的基本的這些 舒適化內裝配備都算很到位 USB也有 對 都有了 全部都有 那感覺很不錯 對 然後再來看到其實像它在排檔座的周邊 它iDrive 7.0基本控制介面 這個手控的觸鞋板也稍微做大一點 更好用之外 然後它因為今天它是我們剛剛一直在講 AND34 所以它的原廠就有標配像是AND的差速器 以及AND的Suspension 運動化懸吊 其實看到它的排檔座的左邊 其實它基本的標配也都算很有誠意 有一些這種開車輔助的像是這個攝影機就是環景啦 停車雷達 然後它也有現在跟一般我們之前三系列就有的就是所謂的 自動的一個倒車的記憶 50公尺 50公尺太實用了 你如果開到不熟的路況或死相的時候 你要出來的時候就可以利用它這個功能 很好用 然後再來就是它今天也有這種DRIVE MORE 除了SPORT、COMFOR、ECO、PRO 那M340i它也是原廠就標配了AND的差速器 然後也有AND的Suspension 所以就是整個運動化的連動 讓它有一個更好的一個架控的動能反應 而且就在旁邊很好操控很容易作動 然後這些都是我們說的安全的配備 其實就在方向盤上面 就是它也都是配備他們的Personal Carpilot 就是屬於這種LEVEL 2半自動駕駛的ACC 全速域的啊 0到210的對應 然後自動的煞停 然後以及車道維持在這個地方 全部都有 上面也都是有基本的標配都是到位的 對,對車主唯一小小的美中部族 是因為第一批膠車它那時候沒有那個止滑 自動止滑 我今天本來想說來玩玩看 因為有機會沒有看到 它其實就是在後行禮箱 一般旅行車顧名思義 像KIMI常常會載很多人去錄影 那它就是在你關上門以後 它就會自動把一個膠條 四根膠條升起來 讓它跟你載的可能一些雜物的摩擦力增強以後 讓它不要那麼容易晃動 但這台車當初是 我們一開始就說它是第一批 對 所以當初可能從那裡在訂車的時候 沒有選到這樣配備 所以我們今天沒辦法看到 對 那另外在尾箱門 這次Turing也是延續他們的傳統 除了一般的電子尾門之外呢 它的玻璃也是可以獨立的做開啟 就是我覺得在一些 你取一些比較簡單的物品的時候 直接開玻璃的那一道門 就非常的實用 不過至少那個止滑功能的是 現在後面的車款 後來都是標配的 對 哇這小小可惜 不過它好像有退錢給它 是 KIMI你現在開到現在 雖然才短短兩個多禮拜 但是反正你都已經開上山了 然後你也大腳油門了 跟我們分享一下你試駕的感覺 你覺得車子開起來的感覺怎麼樣 呃 首先就是這個動力真的沒話講 加速反應非常直接 然後彎道操控也非常厲害 就我那時候去上武嶺 我試著就出彎就全油 就是 控制真的非常好 馬上就貼近前車 因為我那時候是跟我們那個 F31的社長一起跑山 對 就很快的速度迅雷不解 很快很快 馬上就追上 因為我們這些在座每個媒體想試都還沒 你試到車只有你試到 這四輪傳動的優勢 可以比別人早出彎加油 哦 所以整個開起來 整體開起來 就跟你當初期待的是一致的 我覺得 有點超過期待的感覺 超過期待的感覺 超過期待喔 因為如果今天它 假設你輪胎換 可能換個半熱熔胎 就幾乎是卡定車 真的 就是這麼貼地耶 貼地很好 貼成這樣喔 哇賽 各位跨界小營家們 大家好 喜歡我們今天的節目內容嗎 喜歡的話趕快幫我們留言按讚 你還想看什麼樣更多的車款 邀請什麼樣的來賓 也要留言告訴我們喔 最重要的是呢 幫我們按下訂閱鈕 然後呢 多多幫我們開啟小鈴鐺分享出去 那也可以隨時接收到最新的公知 更多影片都在這裡 記得要鎖定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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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